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特别注意天气 因为我要买木材 买料 你要买石膏板 你不能下雨 第一次买的时候就感到了下雨 买的时候没下 结果到家了 下雨 卸没法卸 就等雨停了 拿东西盖着 因为石膏板一招湿就完了 所以我这里特别注意天气 上周我们是31度 32度 闷热的几天又下雨 连着下雨 这都是震雨 这周就开始又凉快了 都是27 8度 28 9度 最高到29度 昨天我还特意看看这两天有没有雨 这周都没有 到周末才有雨 最近的雨 都是震雨 原来咱们聊过 温莎这个天体比较特殊 它到雨季的时候 到七八月份 都是震雨 急的 哇 一点儿 然后而且好多都是夜里下 一下 一会就完了 就出太阳了 四五月份的时候 有点这个梅雨天气是天天的阴天啊 下的小雨儿 有那么一段时间 但是那个季节呢 正好是种花种草的季节 尤其种草 每年都在四五月份打草 种草 保养草皮的这个季节 到这月份 七八月份就不能保养了 我原来都吃过得亏 当时刚来的时候不懂 30多度的时候我还弄这个撒紫啊 浇水啊 这就不行了 一般的那个草子一到33度 35度以上 它就不涨了 到下午的时候太阳一晒 那温度肯定要三十七八度了 地面上 所以就就不涨 但是还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浇水白浇了 种了草也白 种了草子也白种了 这是我特别注意啊 昨天呢 我听他北京的朋友说 北京天气还是在35度以上 这个确实是这么长时间了 原来四十多度 四十一二度 三十八九度 这已经超过人体的体温了 这么高的温度确实挺难受的 温差的天气我在这住了十多年了 已经摸透了它这个规律了 它一到七八月份 它就是震雨 温度高三十一二度 这个加拿大一上三十度 这人就开始叫唬了 我记得前几年有过那么几次三十五六度 还有一次上过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七度 那人觉得受不了 就该有死人的现象了 因为这边平常没有那么高 一过三十度就算热了 现在呢 你看我们晚上都在十七八度 最多十八九度 一般都在二十度以下 所以睡觉 我想我都得盖后辈子 温莎的天气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 好 咱们提归正传 今天咱们聊的小伙子叫Mark Skyter 这个小伙子在碧溪省的Ford Nelson工作 他在一个石油公司 他在开车的路途当中呢 看着一个小路 出生时间不长的一个小路 他看着小路呢 差点被车撞倒 加拿大的人 地广人稀人少 所以车速都开得挺快 尤其是在郊外 所以他呢 就赶紧停车停下来 他是好心 他就把车停在路边看那个小路 而结果呢 他本来是想看看他有什么危险 或者是想给他轰到远处 离路远一点的位置 结果呢 他一停下车 刚一开门 就小路上他的车来 第一次还没上来 第二次他就上来了 所以弄的这个Mark呢 也有点不知所措 他本来是想就赶得远一点 路边远一点 安全的地方 结果呢 这小路上的车来了 上的车上了 然后他呢 看着这个公路的对面的沟里头 有一个差不多有50码左右 也就是说40多米的距离的地方 有一个大黑熊正虎视眈眈的看着这个小路呢 所以他明白了 这小路为什么要上他的车 他当时也犹豫 他是带路走呢 还是在这等一会儿 让这个路妈妈找到这里 这样路妈妈保护他就安全了嘛 但是他等了一会儿 也没有见到路妈妈的影子 所以他决定了 干脆我就给带走 这样能保护嘛 他呢 就在路上就给BC省的动物保护协会 BCCOS这个机构呢 打电话 说把这情况说了一下 这个路在车上待了五个多小时 他开这路程也很长 所以呢 就这个路一直陪伴着他 而且这路呢 还很老实 看着窗外 他就开着车走 因为本身这个小路不大 坐在他这Pickup truck前面座位大 就能在上面 最后呢 他把这个小路呢 送给了野生动物康复中心 让他们给接走 因为这个最后看身体有什么问题 没有 检查检查 如果没问题 他们再放到大自然去 但是这个事情看着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了一个洞嘛 放完了就完了 也没有受到伤害 但是呢 这后续的事情 让大家觉得挺奇葩的 尤其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 这个绝对是不可理解的 这个Mark工作的这个AFD石油公司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他们权衡了利弊 最后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 决定解雇Mark 大家听的都有点晕哈 就因为就了一个路 这工作丢了 在石油公司工作 他的工资和收入和福利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工作也非常稳定 但是呢 就因为就这路 公司决定了就辞退了这个Mark AFD公司总裁Dial Reimer 他呢 在一份邮件声明中说呢 他说的这个员工呢 没有在第一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Mark没有在第一时间 动物保护机构呢 报告这个事 然后让这个本身应该由动物保护部门呢 来处理这件事 不能够让他把他搁的车上带走 首先呢 这是违法了 第二呢 他把他自己的安全和其他人的安全置之度外了 因为什么 他搁的车上 这个动物如果要不老实 那就你在车里正的你就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 所以他说这个呢 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呢 也容易伤害这个动物 Mark接受这个CBC的新闻采访呢 他也说 他说这个事情我处理的是有点不妥 他说我不鼓励其他人仿效他的行为 他说但是呢 他说我自己呢 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曾经呢 担任过多家公司的顾问 就是对保护野生动物提出方案啊 提出解决的办法 他有这方面的经验 说在BC省呢 他这个是有这一条法律的 就是说擅自处理或移动野生动物是违法的 所以这个呢 确实他我当时有点欠妥啊 他说我应该在就地停着 观察了动物 不能让这个熊吃掉它 然后同时我给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 我把这个事情由他们来处理 他说我这个事后呢 虽然说我丢了工作 但是我不后悔 原因呢 他说我保护了一个生病 而且他说这个 他看了这个路还是母路 还是雌性的 所以他非常的欣慰 他说未来呢 他会生下很多的宝宝 宝宝再生下很多的宝宝 他这个正常的繁衍 他说对这个大自然是有好处的 动物科夫中心的负责人Lopis呢 他说这个野生动物 终归他是野生的 他说呢 他可能会受伤或者生病 说在这个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去触摸去触碰他 一定要给专业部门去打电话 由他们来处理 因为这样是很危险的 确实是这个野生动物 咱们不知道有很多的他的病菌啊 或者是病毒啊 在动物身体上他可以生存正常 但是在人体上可能就不行 所以呢 千万不要触摸 就在他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 或者是他情绪不好的时候 总之吧 野生的尽量的少去触碰他 就这个话题呢 咱们也多聊几句 在加拿大这个动物啊 这个受保护的程度啊 对于咱们中国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 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有点太过了 他这规定是所有的动物 你不能够去捕捉他 除非你有合法的捕捉证 比如说咱们打猎 打这个熊啊 打这鹿啊 他是有这个 你打猎 他你稍到政府那部门 你去办这个证的 他规定你在多长时间 在这个什么地方 地区 他都会有很详细的规定的 打什么样的 打多大的 这种明确的规定 比如说你打鱼 这咱们就说捞吧 再钓吧 随便 你钓多少斤 你有本事你要钓 这可不行 前两天在温哥华那边 有几个人就是钓的量过多了 他开了游艇到这个湖中均 河中均去钓去 结果让人逮着了 发了很多的钱 为什么 他就一个是超重 一个是这个超量 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看那个电视 他们讲这个钓鱼 怎么钓 就是比赛 有的时候他们开的艇 在水上钓 钓完了以后 有钓挺大 有钓挺小的 钓完以后 顺着就扔合理了 当时我不知道 因为刚来也不太了解人家法律 这现在知道了 这有法律规定 您钓多大的 再大了也不能钓链 您钓多少条 这都有规定的 所以咱们刚来的时候 大家都不太理解 比如说像这个鸽子 鸟 这对于咱们来说 这得鸽子 得鸟 这是小时候 你像我们这个拿着崩公子 打这个老家贼 拿那个浇粘气鸟 这都是小时候玩的这个游戏 但是呢 在这儿就是违法了 我在这生活这么多年 经常会听到或看到 报道有这方面的消息 有的人这个父母从国内来探亲来 结果一看大街上那个公园 到处都是那个野鸭子 哎 老头顺 递了两只回来 到家就宰了 结果正宰的时候 政府的这个动物部门就 找上门了 正宰着呢 让人家抓一正着 因为他是看他儿子来了 结果他儿子就是被处罚 而他呢 就是算一个 记一个黑的记录 就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问题 未来 你要有就用咱们的说 有黑记录的话 你问题很大 还有的那个带鸽子 在这个广场上 你要在多伦多 刚才咱们说的是温哥华 这个在多伦多也是 到处都是鸽子 带着鸽子也是拿回家来吃 还有的人打熊去 就打猎嘛 打熊 打鹿 我这我都看到 有的人上次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你能不能会 你会不会做熊掌 我说当然可以了 他说我这儿有一朋友 就是从北边打猎 回来好多弄了好多熊掌 我说你这是可是违法的 你别超量 上周三 在温尼博 有一个女士呢 他看他那猫啊 在这个院里头 在他后花园里玩 他就开门让这猫进来 结果他开着门 这猫就进来了 但前脚他也没太在意 前脚进来 后边跟进一个狼崽子 不大 就跟着进来了 吓得一跳 他在那喝咖啡的 突然看着 然后这个狼崽子一看 有有人呢 他就进了屋以后 他就跑去桌子底下 那儿藏着去了 不大 说不大也不小了 狼崽子 然后他呢 就不敢动 他就知道这个情况 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野生动物嘛 打电话叫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的人 带着工具来 结果这个狼崽子 一看这个人来 人一多以后 他就害怕了 紧张了 就到处乱窜 这个主人呢 就把这个窗户开开 把这门开开 让他自己跑 跑出去 像这种情况 在这边是石油发生的 因为经常有 这个狼咬人了 狼伤人了 还有就是 熊伤人了 因为这边的这个 这种野生动物非常的多 但所以呢 就出现这些情况 但是如果你要是去抓去 那你就是犯法了 有的老人说 在家里养鸟 就是在这个花园里头 喂这个鸟 搭的那个窝呀 什么的 就我们这儿 就像我们这个经常的 这个 有这种现象 这个 花园里有那个树上 或者是自己搭个木架子 搁那个鸟窝 就喂鸟 搁食 那鸟来吃 这个也有规定 你不能割多少 你割多了 也是违法 所以很多很多细节 比如说养鸡 像有的地方是一只就不能养 像有的地方 你可以养三只 养五只 就在你的后花园里头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 像我们这儿的house 后边前后全是大花园 所以你可以这样 咱们的想要去养吧 那没人管你 这是不行的 只要养 像大人人家投诉你 就很有麻烦 要给罚款 诸如此类的事非常多 因为这儿的人呢 有的时候他还管 用咱们的话说 他还管闲事 他去给你投诉去 他不管你 他给你投诉去 像那次有 我看的 我眼看的一个 一个大妈 他就是把他院里的树枝 剪下以后 他就 就没有几个树枝 就五六个 五六根树枝 扔到对面的森林里 结果就有一个白人的女的骑着车 看见他了 就跟着老太太说 你为什么扔到那 因为这边呢 他是有这个 我们有一个叫recycle 每月呢 有那么几次 他是回收树枝 回收树叶 回收草的 你像今天早上 我就是 我割完草 就割在前边了 前边的就纸袋子里 到这个Costco 沃尔玛这些超市 都有那纸袋子 你到那去 他就 就是收白了 就收垃圾 他就专门收这 收这个树枝 收这个树叶和草的 我今天割完草 就割在前面 到时候下午就会拉走 你他呢 就把这树枝 扔到这个树林里了 这个人正好看着 我正好路过点 我看着那人说 你为什么 老太太呢 又不会英语 反正就是挺 挺别扭的看的 而且还是咱们中国人 我一看就是中国人 老太太跟说中文 说英语 最后这个白人女的 一看也没辙 就骑着走 所以呢 在这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 不管到这旅游也好 上这探亲 探亲也好 说是移民留学等等的 到这来 这个环境跟国内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是有的人 就是没有这个法律概念的话 你会犯错误的 所以跟大家在这提醒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 订阅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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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